4月20日出晨是我故意忘记你去左亮项目活动 出演百敬亭孙怡现身 当天孙怡身着红色休闲外套 那打摆踢饰 下着捡篮子牛仔裙 扎着丸子头 显得十分清新少女 一双大长腿十分向近 身高都和百敬亭一样高了 不仅仅是身高 孙怡的身杂也是十分的苗条啊 这期之前在夸了大门营上 贺老师还爆料说 冬孙见和孙怡拍照 都要垫一个苹果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 孙怡最近越来越美了 在她生宝宝之前小编的印象里 提起孙怡就会想到 那个和李沁长得很像的姑娘 两个的确很像 诞生完宝宝之后的孙怡 似乎样貌越来越富有变质度 没得让人无法忽略 人不仅更美了 孙怡的演技道路简直开挂了 人生若如初相见已经开播过半 剧中和孙怡搭档的是 有着未来唐人一哥之声的韩东军 长相与演技起飞 这次两个人的屏幕情侣身份 大家喜欢吗 还有一部《两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这部剧是《自带流量》的IP之作 因为小说的知名度 所以这部剧微博就先火了一把 孙怡携手中华梁 马天宇共同出演 最近孙怡又拿下新剧《出神是我故意忘记你》 这一次和孙怡搭档的是男神百晶廷 就像孙怡还真是个男神说句 大阿西的男主哥哥大长腿 期待这次孙怡和百晶廷 可以演出观众期待的感觉吧